我是贺俊林 杨浩翔是我已婚三年的丈夫 最近我养了一只猫 杨浩翔就和我冷战了 因为他看见我整天疯狂的熄猫 一天都没理他 觉得他还没有一只猫重要 特别是他明确地告诉我他吃醋了 我还是没有去哄他的时候 他就和我冷战了 之前他也和我冷战过好多次 但只要我主动去哄哄他 他就会立马撤回冷战 但这次我哄了他好久 他都没有理我 甚至睡前我主动给他晚安文 他都没有反应 我本就是个爱乱想的人 见他这副样子 心里不由觉得 杨浩翔甚至没那么喜欢我了 想着想着 一股莫名的伤心压在我的心上 我把头埋得很低 双手亲揽住杨浩翔的腰 闭上眼不再去想 或许是杨浩翔也觉得 我的动作一反常态 他便将我搂进他的怀里 手轻拍我的背 在我的头顶盖下一枚吻 门声说道 睡吧 第二天醒来 我以为我们已经和好了 可是当我下楼找他 他也看见我 却一个字也没说的时候 我明白我们依旧在冷战 杨浩翔怎么这么难哄 我心里不由感叹 我先吃好饭之后 就跑去逗猫 我的猫舔了舔我的手心 然后一个侧身 就躺在了我的怀里 用脸轻易地蹭过我的手 世界上怎么会有 这么可爱的猫猫 我抱着猫不经意间回头 就看见杨浩翔 一脸怨气地看着我和猫 手中的筷子 戳着碗里的饭 我告诉他 吃好了我来洗 他直接把他碗里 没吃完的饭都倒在了垃圾桶 想了想 毕竟是自己的男朋友 于是我又跑去哄他 杨浩翔 我亲亲你好不好 我不想和你冷战了 我说得这么直接 给他台阶下 结果他只是绕过我 坐到了客厅沙发上 我心里有些恼火 又跟了过去 讲到杨浩翔 闹差不多够了呀 谁知他抬头望向我 眼里像是有星星闪烁 站起来哽咽地回答我 贺俊明 我没有闹 之后我们就陷进了 无尽的冷战 我们住在同一屋檐下 见面却像不认识 最近他每晚都在加班 甚至有时候不回来 最近天气有点转凉 杨浩翔没在家 就没人管着我 我也没管添加衣物 然后我从中午 就开始感觉不舒服 脸烧得慌 直到过后几个小时 我觉得我的脸 越发的滚烫 眼睛也烫得不舒服 提不起精神 量了体温 才发现自己发烧了 可是我又不偏不倚 是个不爱吃药 怕打针的人 于是我就一直烧到了晚上 我就如同进了蒸锅一般 浑身发烫 让我不得不让我想要被人照顾 我给杨浩翔发了消息 我知道他不会不管我 在我躺在床上 觉得头昏脑胀 全身无力的时候 严浩翔带着要赶回来了 他扶我坐起来 但我又马上躺了回来 头又晕又痛 只有躺着才能缓和点 他逼着我吃了退烧药 又在我唇上反复吻了几下后 才让我睡了 在我半弄半醒的时候 我感受到了严浩翔上床的动作 然后一股男士香水 又混杂着点沐浴露的味道 从我的身后将我包围 是我给他买的那些香水 他偷偷亲我的耳朵 小声嘀咕 如果不是发烧 你是不是准备一辈子不给我发消息 还是我这只严猫猫爱你吧 后来是严浩翔主动求和的 另外他发了狠 我只能死死地抓着严浩翔的手臂 上上下下的起伏让我觉得好疼 但是又有种与爱人欢愉的快乐 在我的眼泪决堤时 大军才终于进入 严浩翔亲吻我脸颊 一直重复着 林林 我好喜欢你